这老头不是削弱了吗 很多朋友说他现在已经退出T0团队了 其实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 老头就从来没有当过真正意义上的T0 毕竟亲爹刘善和亲妈西施出场率依旧是那么的高 其实一直以来老夫子他打碎皮多控制少的阵容永远都是T0 所以说削弱了二技能5%的免伤 对他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 耶带走远哥 当然这个削弱是白纸黑字的 现在玩老头需要稍微猥琐一点 别那么永就行了 你别看我现在是半血 打那个满血圆哥没有任何问题 你刚不是说别那么永吗 那我四技打三技都不干大 我还配玩对抗路吗 直接打伞 这不对吧 这今天谁有下和我 王大队长 你要下和我是吧 这怎么省心还卡强了呢 真的服了 赵云你还偷袭我 直接反打 不知不觉怎么都一干六里 这圆哥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呢 老头矮圆哥只要出了抵抗鞋就比较好打 只要他把本体拉出塔外 那他就肯定得死 他以为消耗掉我半血了 直接打闪 没有技能的圆哥被老头绑住 只能是死路一条 拿下哎呀人头差点就被抢了 也去遇到赵云 二技能免伤 拉过来A两下 赵云没技能了 剩下的就交给东方要了 打野死了没关系啊 等圆哥他把本体拉过来 一三连控 是因为距离不够我才一三连控的 最好是直接用大招去绑 千万不要1A再去接打 因为远哥的大招是可以解控的 我觉得这把对线没有什么压力 但是不知不觉都已经三抗十了呀 我想问题应该出在射手身上 这马可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呢 假装不敌 扭头大闪直接绑住 配合东方要顺秒马可 你看这个孙变 眼前的射手都保不住 这个冰冰就是逊啊 这个这么逊的冰冰 你拿下二连击破 对面赵云13级打不过 但没关系 我身后有个药 等他大过来 直接绑住 上个赛季的老头 实际打13级 或许还可以 但这个赛季给他削了之后 确实是不行了 打赵云的功夫 对面都志愿下来了 赶紧把性侵了 准备传送 众所周知 原初法阵一次只能传一个 其实我卖掉药是有想法的 这波对面都在下路 我跑到上路来再偷两个塔 雪状 我套 很多人玩老头怕马可 完全没有必要 直接捆住 哎呀没捆住 那那那那先把病惊了吧 其实我这是战术啊 王者之拉 你说把这都没拉到 完了被动被打满了 先有些臂气锋芒 等被动消失 我王者之拉 我这个一级能有问题啊 先骗他一级呢 他交一 我们就走出来 看到没有 他交二了 那他没了 他避开的 我这次一个王者之拉 好拿下 看到没 闪线都不需要交 不过打了这么久 对面都下来人了 先把现轻了 兵现轻了 死了兵没死 赵云来了 反向走位 骗大招 赵云没大了 看我操作 兄弟们 看我细节 开启苍穹 1A3A2技能 我说实话 兄弟们 苍穹少了5%免伤 2技能少了5% 如果是在上个赛季 我真的有可能 拿下这个赵云 所以说这波 羞弱对老头 还是有些影响的吗 那不是吧 守家了兄弟们 这不守家 我都不会玩啊 四个能量的老头 是什么战斗力 不用我多说 追马可 直接大闪 四个能量起手 有大有闪 还有仓穹 这老头就是个战神 万军从中扛上拉满 取得马可手机 如碳囊 哎呀 兄弟们 少这5%的免伤 我好难受呀 诶 不圆哥吗 圆哥 我直接大闪 我真的服了 对面那个上官门 还刹车 还直接闪现过来 飞他真的好勇啊 王子之拉拉过来 配合队友 顺秒 大招直接捆住啊 我是把这个都能空的 但是问题不大 我这不就是个战神 你看我这5%的免伤 对我有影响吗 没有影响 换一首名道 Pill寂 结程 突然担我 assim 鼻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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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涯